我们这个上一段完成的这个结构体的这个高度 我们看一下 团体选这个结构体 然后我们后来不是使用这个挤出命令吗 把这个amount就是增量值做到300亿 也就是说 它的2D模型呢 挤了这个300亿的这个高度 好 那它的意思是说 这一段呢 如果摆下近高呢 我们做了310公分 团体可以对照之前 我都可以练的工程图 我们再比对一下 就是就这里 SH等于310 当然这个要依照现场而定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同学 接下来我们要去修正它的结构体 我们现在结构体呢 比较简单的范例 就是我们这个范例嘛 小的空间 我们去修正门的高度 那门的高度 依照现场有不同的高度哦 因为我们练习的关系呢 不要太复杂 我们现在练习呢 全部统一门高做210公分 然后门宽就依照那个现场的这个图面啊 然后这个客厅的落力窗呢 跟这个厨房的观景窗一样 这边都有数据哦 比如说他这个210公分的窗高 然后观景窗的话 窗高210 台度呢就是110 那厨房的横拉窗呢 窗高130 台度呢就110 同样你可以看工程图 这边都有写 这里 那我们先从门开始 比如说这个 整个图面啊 整个图面的大门入口 就从这边对不对 我们从那边开始修正 我们先从门开始修正 好 那这一段的这个大门入口呢 这个 我标一次 要检查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还没画完哦 这110 所以这个大门入口 到时候你可以写D1 D1因为这个还没做完 然后这个110呢 我们的范例是放在 之前所绘制的 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D1 D1的这个平面图 就是我们的大门入口 这个地方的平面图 OK 这两个都是啊 因为开的方向是往这里 所以我们以它为主 那它的高度依然是100 这个210公分 210公分 OK 那这要怎么修正呢 那我们要去给它 做这个AD polygon里面的 这个线跟线之间的connect 就布线 那你去找那个Mass这个档案 好 那我们这个 同样你可以按这个上市图 按这里 这样 就这个方向 知道吗 所以大门入口是指这边哦 大门入口 因为当初我们的原点 是在大门入口嘛 好 那你说那要怎么修正它 突然那 那这个 因为它这是一个结构体嘛 对不对 我们用双面建模 我们是要想办法 这里画一条线 这里 而且这条线的这个 水平距离是跟它 跟它同一个方向的 那怎么办 那你这个挤出呢 它是一体成型嘛 没有办法编辑 你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啊 但你回到过去 就变2D了 这不对啊 所以回到还是 Extrude这样 那你可以选择 把它整个转 转成AD Polygon 不然就用堆叠的可以 团团如果说你 不需要再回到过去 去调2D 比如说你不需要再回到 这个地方去调这些2D 你都确认没有问题了 那你就直接把它转掉 因为就算你做到最后 再回到以前的2D 那也是很麻烦的事啊 所以我们直接转掉 所以我直接按滑鼠右键 团团就选 convert tool 转换 convert tool这里有一个 Aliable Polygon 这里 那就是转换成可编辑多边形 OK你把它执行 通常执行之后它会 Aliable Polygon 然后我们就开始布线 通常你可以按这个 展开 选择 H 选择边 好 接下来选两个边线 然后我们就选 选上面这条边线 然后control按着 选下面这条边线 对吧 就像这样 那这两个选完之后呢 通常我们去执行这个 Connect 所以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按滑鼠右键呢 去执行Connect 或者说你从那边 给它下载令 都可以 通常就按这个 我们用Setting Settings 就是那个面板控制 好 这时候呢 通常你给它一段就好了 所以Settings等于一腰 然后这个ping局 跟这个slide 这个都不要做 所以按OK就可以了 好 那些问题是说 怎么让这条线呢 过来 让它 跑在这里 而且跟它切起 通常还记得吗 我们是用AliceContraint 就是那个 2D正教对起的概念 所以通常你就对着 这个地方 就 就这地方右键 选择的地方右键 然后你去开启 那个AliceContraint 有没有 就是在空白的地方 按右键 我们之前做过嘛 这里 右键 AliceContraint 好 你就给它执行 OK 那现在这个 复习一下 这很简单 因为你要先执行 移动命令 同样 那我们是不是AX轴 要去跟它对应 往这地方AX轴 所以呢 你要去锁AX轴 OK 那你要必须用点去做 这个先回到Vertes 所以AX轴 然后再来就是 去锁点打开 有一个三位锁点打开 打开之后 按滑鼠右键 你要确认的 它是开启那个Vertes 所以像这个什么 Grid Point 这边你看 这边干扰 你把Creo Creo 全部清空 然后选择Vertes 那这样就一定会锁到节点 OK 所以这个步骤就是说 执行移动 然后打开锁点 确定锁到Vertes 开启AX轴 然后把这个勾选 而且还要开这个磁铁 就是锁点 两个锁点都要开 这个是过滤器 然后这是正加对齐锁点 两个都要开 OK 好 所以那个这样 然后把这个打开 好 就是这按一下 然后这个点它右键 这个地方一定要按 然后按完之后 同样这个也要给它锁 而且锁到Vertes 好 好那我们现在去选上面这个点 Ctrl按着选下面这个点 有没有 就像这样 对不对 然后你对着走 按着左键不放拖曳 对它按着左键不放拖曳 这样 那就给它锁到这里 锁到这一个 放开 就是锁到锁到这一个 它就会正加对齐过来了 有没有 这样才对 OK 好 就像这样 好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下 到底还有什么地方修正 你看一下那个 工程图好了 那个工程图打开 OK 好我们看着 好 你有发现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锁过去 是不是 是不是把那个 这个 因为它是结构柱跟结构墙 合在一起了嘛 所以是不是定要这 可是你 你这个面还是这么大 所以必须要再布一条线 到这里 然后使得你的 你这个 结构体要长到这边 对不对 我们大家要桥接 所以把它拉到这里 那就是说 面呢 就搁到这边来 所以你 你这里要布一条线 这边要布一条线才对哦 不然整个桥接会 接成那个T形状 我们这样不对哦 OK 所以呢 同样我们再做一次 好 这是第一个点 因为我是分开做 好 同样一样选到 这个 H 这个边 然后选上面这个边线 COMTRR 然后选下面这个边线 有没有 这两个选到 布线 然后这个地方布线 你可以执行COMMAC 或者按滑鼠右键 右键 选择COMMAC 那你COMMAC一样 右键的话 执行Settings 就是那个用面板控制 好 这时候呢 一样给它一段就好了 这边给它一段 就是 Segman等于1 Ping跟Slide都等于0 按OK 这样就对了 但是 这个方向 这个没有跟它切齐 这没有切齐 所以依然 你还是要用Virtes 然后去执行 这个 COMTRR按着按这个 OK 就像这样 好 同样 那这个一样是X轴 所以你就拖曳这个轴 然后你锁到 上面这个点 或者 或者锁下面这个点 都没关系 因为都同一个 所以对着走 按着左键不放拖曳 按就锁这里 锁这里 或者锁下面这里 都可以 这样放开 同样 那这样 你这个结构体材是对的 OK 好像这样 那 再来就是说 我们先要桥接 对不对 来先把它结束这个指令 这个先不要做 这先不要做 那空白数点一下 你现在桥接上用这个Polygon没错 可是你如果选这个Polygon 跟这个Polygon 它是整片选到的 那我们不要整片了 因为我们大门入口 我们的大门入口呢 它的这个结构体呢 它是 下面是空的 因为下面要装置 那个大门的模型 对对 比如说 上面是结构体 然后把它画一次 上面是钢筋 粉泥土 把它包起来 那下面是空的 那这一段 跟这一段 的高度呢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测过 不是210公分 门高210 所以我们要给它布线 把它完成 也就是说 那你看一下那个那个笔记 有没有 这地方就是那个 先从门开始 210公分 210公分高 那你可以对工程图 工程图 就这个门对不对 D1吧 那我们D1在这里 看到吗 这个 往往右边开 然后这210公分高 有没有 所以我们我们上面是捆泥土 钢筋捆泥土结构体 然后底下是空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出来 那你要做出来 你必须布线 好 同时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个哎 你可以不用开了 像这个锁点 这个就先关 然后这个做完 这个就不要锁了 就关掉 不然他就乱锁 同时按边 H 那你就怎么办呢 同时就选这一条边线 还有这一条边线 然后给它布线 这样懂得意思吧 布一条就好了 我们选这一条 Ctrl按着选这一条 那这两个选取状态之下呢 同时用Connect 所以按这里Connect 按这个 Setting 好 同时Connect OK之后呢 这一段就好了 一段那都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你 你这个地方 这个墙有做这样的布线 那你右边也是要跟着做 这个这个右边做 左边要跟着做 所以这一样 同时你去选这一条线 跟放大一下 你选这一条边线 跟这一条边线 他们之间Connect 这样过去 好再做一次 来选这里 然后Ctrl按着选这里 可以吗 他们选取状态之下 按你去执行 Connect 的Setting 好所以点点这个Connect Setting 好一样给他一段就好了 按OK 打勾这样都可以了 OK 但他的高度不对啊 所以所以你你你必须怎么办 你按那个Vertes 然后选这个高选这个点啊 所以点他Ctrl按着选这样 OK然后再选这里 再选这里 我们这做法是比较细啊 所以说你你可以斟酌看看 我就把它做的跟现场的 那个结构体差不多 好你把四个Vertes 按压同高了 四个Vertes选起来 突然我们是Z轴高度对不对 Z轴高度往上调 那Z等于多少 就门高嘛 所以要等于210公分 OK 所以你可以去调 这里啦 因为我用移动命令嘛 OK 好所以这个点两下 然后打210 CN就不用打按Lent 你看都修正了嘛 这样就绝对OK了 然后之后最后再给它 这个桥接按Polygon 好选这个Polygon LT按着 拉过来Ctrl按着选这个Polygon 同样他们两个之间选到对不对 选到之后干什么 Bridge桥接 所以去执行这个Bridge 这个找一下 在那个AD 你选择那个 ADPolygon里面的Polygon底下呢 同样去找 ADPolygon是编辑面的面板 它一个桥接Bridge 同样你用这个自由桥接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点它 它就有连接 有没有 然后空白处点一下 当然有同理说 可是可以用挤出的吗 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 如果你不想用桥接 你可以挤过来之后 但这边要焊接哦 没有焊接的话 这里 这个 虽然你可以让它不传帮 可是这个逻辑好像没有把它接好 所以你 如果你用挤出 Eachew的话 你还是要焊接 那我们这个先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很麻烦 因为你要把 那个孔给它 删除 然后这个点对点做位的焊接 所以我们用桥接是比较方便 OK好像这样 所以你先完成那个大门入口的部分 然后等一下呢 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 以此类推 把这个隔间门 隔间门隔间门隔间门啊 同时全部把它做完 我们隔间门里面有 E 那看工生图啊 好 我们隔间门就 隔间门只有大门一个 然后还有这个主卧室一个 那这开放的就不用做了 好 这里公共卫浴 厨房就先不用做 厨房到时候可以设计 那个 看你要做拉门 那折点门都可以 好 这个地方主卧室 有一个隔间门 然后还有这个 主卧室的厕所 有隔间门 所以我们到时候 这个地方是D1 再D2 再那个D3 D3 然后D4 D5 这些门 那我们 我们先暂时 用这个符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工生图的部分呢 OK 的教学了 同时我再补上去 那我们先把模型做完 来 同时你先暂时 把这个大门的结构体 先把它修正 大家先试一下 大家先试一下 那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 订阅 我们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